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六弯神庙村 这个地方是在 Bayu Damai 这里 它有一个叫做六弯神庙村 它是八间神庙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叫六弯神庙村 不知道这个很难见到 八间庙连在一起 你们没有见过是不是 所以我来到这里 你们看 OK 它这里是楼佛华人神庙总会 OK 就在这里 六弯神庙村 它的旁边呢 它的旁边呢 这边是吃东西的 可以拍给大家看 你看这边有吃东西的 它的全口在这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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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平安天丁功德香 啊 来 我们来给这个 金秋啊 不比半斤丢多多啊 来 切切来 叮咚 神奇事主 心上积德 目上消除 广众福田 孤格无聊 一块 一块 一块还有两瓶咧 精度 这站这边拍照咧 你就会发达了 你看到没有 小鲜鲜鱼 哇 真的可以拍得完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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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庙叻 叫 陶王谷庙 陶王谷庙 你看它的庙的这个建设 是很不错 这样的 OK 陶王谷庙 陶王谷庙 它有做到这样 月老 这个是马走公 它做到很美啊 这些装饰都做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后面是一个钱币 来 给你们拍照的东西啦 去运厅 它的东西都做得很精致 很美啊 拆身里 不用拖鞋 OK 很精神 很精神 用这个浮渺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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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剩下的 这个是第一间神庙的 我有拍给大家看 这些 它里面有一些 开山大伯公 大伯公 然后中堂元帅 还有激公婆婆 就是在这个 里面所供奉的神像 这是第一间的神庙 我们出来看 那这边外面 还有这些东西都做得很漂亮 你们看 这个应该是它最早的牌匾 这是最早的 这个 二宫 庙的牌匾 这些应该都是比较早的建筑 这个 它方形而已 后面还有在扩建 但是还没有好 这个是 以前早期这里叫头王谷庙 这边叫头王谷庙 你看它的这个牌匾 这些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是第二间神庙的 这个是有财神的 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会出号码的 我们来试一下 它还有声音的 我们来看它放进去 它会给我四个字 OK 来 为大家莫福利 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要去买号码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OK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来我们来看 保比利专家 新拉加起 数业顺利 在完公斤 万数路易 学生 无量天尊 它真的给我号码 6656 正字 今晚我就买它 然后这里 还有坐这些亭 很漂亮的亭 还有这个福禄寿 福禄寿 它的亭 金鸡 还有金树 它的聚宝炉 第二间神庙 它叫圣安宫 给我们来进去看看 它里面拜的是 供奉的是什么神 OK 来 这是第二间神庙 这个是圣安宫 给大家看 顺安宫 这个顺安宫 它的外面 设计都很美 你看啊 我从前面拍给大家看 顺安宫 来 来 慢点主 第三间神庙呢 它是五家法堂的 五家法堂 OK 这里是有鼓雷转移 转移 转移 12生肖的转移 大宝盆 OK 给大家看 这是12生肖啊 还有牌在前面 OK 这个是 来 鼠牛 给补 兔 龙 龙 那是个号码 嗯 729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OK 好嘞 它的外面呢 就这样 很简单 这样子 做了 然后呢 它五家法堂 这边一个居宝炉 OK 来 我们放这边看一下 那个是 DATO公神 它的 啊 牌匾 OK 还有大家看 DATO公 OK 这边呢 它是五家法堂 它的层面 这边有个柱子 来 走进去给大家看 它的外面呢 做的很漂亮啊 这些 乐尊 幸运号码 看看哪一个 幸运号码 我乐尊 它 等下就来挂挂乐 这边有的好挂的 OK 我有看 它会拿多少 我就乐尊它 这里是 古法文里面 我们来走进去 看那里面 拜的是 什么神的 来 进来 里面就这样了 雷震子 这边 五雷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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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我们第三间的神庙啦 它里面是 这是 五雷将军 这是第三间神庙 这是第三间神庙 我们给它淘一个 富 化开富贵 耶 这是第三间神庙的 它的东西啦 是长这样子 OK 现在我再走去第四间 给大家看 OK 这个是第四间的庙 也就是福德公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啦 我觉得应该会黑黑 OK 这是第四间的庙 我们来看 这个是 这个是 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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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 八仙 的 八仙的 雕像 这边有一个巨宝炉 我们进去看里面有什么 OK 福德公 应该是大波公的庙 在他的生庙里面 在长这个样子 啊 可以拍得完 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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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五王爷 五王爷 还有一个 五爷 在这个呢 是 大波公庙 它里面所贡献的生命 就大波公为主神 不得公 叮 这个有八仙在我的旁边 OK 这边还有一仙 不知道为什么它变这个 这么漂亮 你看 哇 你好 怎么这么巧的 还有一个 哈哈佛来了 这个就是第四间的神庙 OK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五间神庙 它是 花山公 这是第五间的神庙 前面有拜个 NATO公 前面有拜个 这里是取暴路 是什么 花山公 我们进去看了 这个是它的外殿 这边 看着里面拜一些 公共的什么神明 OK 花山公 对 它里面是咋的 我母娘娘 OK 这是 我帮无土的去保他 我母娘娘 栗山 然后 本路现实 这是 这个 花山公 里面 它 祖神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六间神庙顺正宫 顺正宫 顺正宫 第六间神庙它的主神会拍给大家看 里面是主神是谁 它的外面就这样 这个的宫 它这边有做多一个亭 那些图很漂亮 画到 顺正宫 顺正宫 它是在民国25年村大湾岛 公元2004年重建 它里面的主神 大不公 大不公 是它的主神 也 它里面的主神 也是 他的主神 也有一个主神 是 这是大伯公庙 这是第六间的 顺正宫他的神庙 这个是大伯公主神 关帝庙 这是第七间 前面有一个虎爷 虎爷 还有一个聚宝盘 这个关帝庙 丁祖年重建 这是第七间神庙 这里我走进来 它是在这里重建之后 它里面有方形 很漂亮 给大家看 这是第七间神庙 下面有一个聚宝盘 这个是关帝庙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七间神庙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第八间 第八间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间 也就是光阴庙 光阴庙 现在也是很大间 它是一样的 不够多 顺正宝盘 它都坐得很紧密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 大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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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替大家进行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光阴词 啊 啊 一下 啊 这件事 就是南海的光阴 一keit 可以穿?可以啦 这是男孩光阴他的身相 非常漂亮 后面还有呢? OK 这是大爷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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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上面一个 快点 就代表一个 庙了 所以他有一个 快点 然后呢 他这边 墙壁呢 上面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24校的 24校的 那个 5R 诶 诶 诶 是什么要经过刚才那个 就跟我们讲说这个 什么要是另外再建出来 还有去建啊 这个是6月才建 才敢建好的 所以咧如果你们有来到星山这边 非常鼓励也建议你们 虽然他很远 但是 值得来一看啊 OK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 这边 下面 下面是他的 工品 下面是他的工品 那边是他d 他的俩的顺项 哦 才看到啊 这个墙壁全部都是用雕刻的 全部这些壁画全部是有颜色的那种 非常的漂亮 你们可以看 全部都是雕刻的 雕蛋器的 然后它这些东西啊很多东西建庙都是中国直接那边做好运进来运进来的 都非常的美非常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 刚才那个uncle跟我讲说 这个石头柱 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百多年历史 这个石头柱 一百多年历史 还有这些 它是老庙的柱子来的 这个柱框啊 这个是老庙的柱子 它都收起来了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它那个壁有画的 然后它这些 每个都有画的 你发现了 在这里 我zoom不到给你们看 但是它都有画的 都非常的漂亮 漂亮 然后这些装块啊 都是以前老一款的 装百多年历史 OK 这个啦 OK 在这边呢 这里哦 它是有七间神庙在这里 然后这个光芸庙是后来再起的啦 这个光芸庙呢 它就是做比较大间一点 它后面有做了七个白美 就是代表七间神庙 所以每一间神庙 供奉的主神 大多数在这个庙里面都有 OK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 像是类似它的 啊 中介 中庙 它做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大 然后它里面的那些 手工非常的精致 也就是说它全部的东西 都非常的又做到很漂亮 OK 你看 非常的漂亮 跟 很 很 好的天气 还好没有下雨 不然我就拍不到给大家看了 OK 这里 非常的漂亮 值得来这边一看啦 OK OK 现在嘞 我八间神庙都走完了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在这边游玩嘞 肚子饿的话嘞 这边外面 有一些小食汤味啦 都是卖东西吃的 你就会来这边吃东西啦 蛮多东西好吃的 OK 要在这里住的话 我就不知道要住哪里啦 是非常的远 它后面 那些建筑都还没有建好啦 可以 来这边来看啊 虽然很远 但是值得来这里一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啊 值得 很漂亮 希望如果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神庙的朋友们 非常值得 你们来这里看一看是非常的好 OK 我想我今天我的 Vlog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还是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边有一个红色的button 记得大家用力的跟它点下去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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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